火塞一下 這時候就是我們動力提承 可以嗎? 然後最後一個 很多 很多 衣面還在最高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有有有 最後再上去 然後排氣門打開 這個時候 就是已經來燒完的空氣就會被 從排氣門這樣擠出去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學弟們 可以嗎? 給那個嗎? 爆炸車在 他是不是有把龍頭弄弄弄弄的 有啊有弄弄弄的 他是這樣引壓到上面的時候他會跌火 所以這一張 往下的時候是整個氣體開始燃燒 燃燒的時候就是氣體會膨脹 對 所以就會把火山往下 那 這一張是進氣 第三張 第三張他是 因為他這個時候 裡面都是封閉的區間 封閉的空間 然後你是不是封閉的時候燃燒 氣體膨脹 他沒有地方跑 所以這邊體積要 要張開 對不對 所以他這邊 就是會有這個 往下推的動力 然後他這邊會利用 慣性再把它推回去 把氣體膨脹這樣 然後就一直循環這些 這些就是我們就是 常 就是我們的奧圖循環 OK嗎 OK嗎 決定嗎 所以 所以他是利用 就是裡面的空間 然後去拉下面的連桿嗎 推下面的連桿嗎 嗯 主要是利用 燃燒的油氣 就是 空氣燃燒廣炸 去推動 然後去推 然後下面連桿就帶動 對 連桿就帶動 所以這力量應該很大 力量 對啊 當然是蠻大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那我可以繼續 繼續講一下就好 OK嗎 決定 OK 那我接下來要講 這是引擎的 就是像是鋼筋啊 充塵排氣 這樣這些東西 都算 所以怎麼知道 基本上就是引擎 方面就是鋼筋嘛 就是 大家都知道那 氣鋼跟活塞 就是整個是圓形 鋼筋 就是指他那個圓形的直徑 你知道嗎 然後他充塵方面就是像這個 活塞下來 到下十 上十點到下十點 這個就是他的充塵 就活塞往復的時候 那一個 那一個長度就是他的充塵 OK嗎 對 那排氣量 排氣量方面 有沒有人會算 如果說他是一個圓 圓形的話 那充塵知道這樣有沒有人知道什麼算 欸 絕不忘記 絕不忘記了 今天簡單就是那個圓柱體的體積 是嗎 這樣 感覺出 聽得懂嗎 圓柱體的體積 哦 因為你看 你是一個 我畫一下 OK OK 這邊是虛線啊 圓柱嘛 活塞 這是氣缸 然後活塞這樣下來 所以他進氣是他的 這個圓柱體的體積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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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排氣量的算法 所以他那密度就是不用考慮嗎 密度 沒有這個是理論上 就是 他的那個排氣量 對對對 這樣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算一下就是 鋼筋五十六 鋼筋五十一點五 然後形成六十 排氣量的多數 你們可以幫我算一下嗎 五十一點五 五十一點五 呵呵 可以嗎 好 決定等他 就靠你了 鋼筋五十一點五 OK 幹我是算錯了嗎 怎麼這麼多 算到三四萬 鋼筋五十一點五 行程是六十 鋼筋五十一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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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斤平方拍 半斤平方拍在城裡高 這等於 原地點 半徑平方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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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現在是在講排氣量方面 你R是直徑嗎? R是直徑 這叫R就是火塞的直徑 L是它的行程 其實主要就是算那個原型體 沒有 就是124.9 沒有 那其實就是 就是訊光那一類的引擎的那個 就是活塞大小跟它的行程段 就是算起來差不多是125 對啊 這樣沒錯 就是排氣量就這樣算 OK嗎? 有點OK嗎? 剛加入了 剛買了 排氣量 對啊 那接下來就是壓縮比 壓縮比方面就是 主要就是 像剛剛講的嘛